比較簡單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如果用剛剛那個 sum 以後來做的話 第一個呢 其實一樣 Range 這個Range Sum Range 職工人數 關鍵在這裡 Criteria 那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找苗栗和宜蘭的話 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你要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當然這要第一個我們一定先找苗栗 後面的話加一個型號 因為 字數很多個 對不對 我們就不要說 還要用問號畫面 1234 那倒不如什麼 你乾脆用一個型號就好了 對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Elan怎麼辦 特別注意 因為Criteria 只支援一個條件 它目前呢 沒有支援兩個條件 所以其實我本來的想法說 那是不是這邊應該支援一個叫偶兒的函數 偶兒然後先第一個 再豆點第二個 叫 宜蘭 後瓜火 可是我試過 因為它沒有支援 我在想 其實應該它要這樣支援 這樣就可以兩個以上條件 可是問題沒有怎麼辦 沒有你就要想別的辦法 OK 因為它裡面沒有支援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沒有支援 那所以呢我們該怎麼做 沒關係 你就乾脆先做苗栗 苗栗做完之後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公式 負值 Ctrl C Some if 不斷彈等號 然後把它加上 貼上 把這邊改 改 以來比較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 這樣來處理 會是目前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OK 因為它沒有支援 如果將來這個Savif 它有支援 它有支援偶兒跟end的話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 可是目前沒有 那麼只能這樣做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你們將來不管是不是使用Excel 其實 主要你們要學習的就是 像函數 它能做什麼 它不能做什麼 OK 你不是說呢 它 無限上綱什麼都可以 沒有啦 很多事情是做不出來的 那做不出來怎麼辦 你總要想別的辦法吧 OK 所以 其實我們學VBA 主要是解決什麼 解決 函數 沒有辦法做到的那個部分 或者是說即便有那個函數存在 但是做起來非常麻煩的話 那我看乾脆你就直接寫VBA算 為什麼 因為 這個 這個公式裡面 你只能寫這樣 那當然 如果假設 所以剛剛提過 VBA主要存在的目的 真的就是解決 很多地方真的是Excel函數或公式 它實在是太麻煩的那個問題 那可是問題我們要怎麼樣 一樣去轉換 所以第一個 我們假設寫完了 42個沒錯 會生物 移民 總乎 現在